週四 韓國軍方表示 一名韓國漁業官員被朝鮮軍方槍殺並焚吃 韓國統一部發言人呂上基表示 這起事件嚴重破壞韓朝關係 遇害的韓國官員現年47歲 駕駛魚夜巡邏船 最後出現在距離北方邊界線約10公里處 消息人士證實 死者當時正試圖向朝鮮叛逃 遭射殺原因仍然不明 可能與朝鮮防範疫情隔殺令有關 韓國外交官安豪榮 強烈譴責朝鮮軍人的殘暴行為 要求平常給出解釋 清瓦台發言人表示 韓國總統文在寅對此事件表示震驚 不可饒恕 同一天文在寅和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通話 菅義偉強調美中韓三國同盟 呼籲日韓合作對應朝鮮危機 日韓兩國是對我們非常重要的 鄰國和北朝鮮問題 開始日韓和日米韓的聯繫 新唐人記者顏熙綜合報導